在台北市的精華地段巷弄中 有一間咖啡廳 不僅提供餐點 也提供客人與流浪貓狗互動的機會 這裡是浪浪別哭 從一位愛護動物的老奶奶手中轉租 坦柔與Ellen延續了老奶奶的愛心 創立了流浪貓狗的中途咖啡廳 流浪貓狗的根本問題其實是有三塊 繁殖場 那有繁殖場的存在是因為 很多人都想要養瓶種犬 瓶種狗的來源其實就是近親交配 所以為什麼瓶種犬的病都會比較多 比較難照顧 因為他們是近親交配 再來就是繁殖場為了要存種狗 他們都會就是把一隻蠕種 蠕狗 然後一直關在籠子裡面 然後一年讓牠生兩三次 然後生出來的時候 牠如果賣不掉 然後繁殖場可能有兩種作為 一個就丟給私人狗 然後可能就是有部分又會變成一個流浪狗 然後流浪狗又可能又因為沒有結紮 牠們又一直生 還有一個是起洋 就是總共是這三塊 浪浪別窟提供一個平台 希望能夠增加流浪貓狗的曝光率 提高送養速度 減緩個人中途以及收容所的壓力 只要在浪浪別窟用餐 每份餐點的3% 都會作為拯救流浪貓狗的基金 我們3%的用途是用在於動物的醫療 就是流浪狗、流浪貓來我們這邊的時候 我們會去做檢驗 先知道牠們健康 健康狀況上到底有什麼問題 打預防針或是受傷的 我們也可以接 還有另外的就是我們知道就是 流浪貓狗一個很根本的問題 就是牠們沒有結紮 所以我每個月也都會去捐款 幫助捷渣這個項目 浪浪別窟用社會企業直資發展 不接受現金捐款 而是自給自足 用服務和商品創造穩定獲利 賺取可永續經營的合理利潤 以解決流浪動物的問題 我們的家阿亞 在這陣子上 在這陣子上 我們在這陣子上 在這陣子上 我們有沒有回到